青年画家陈可欣 自然可欣 个人画展开幕式及捐赠仪式 日前在南加州呈现尼克松图书馆举行 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 自然可欣画展以及捐赠仪式在尼克松博物馆东大厅顺利举行 活动的主角是17岁的高中女生青年艺术家陈可欣 可欣在出色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的同时 利用课余和假期的时间完成了近30幅以动物为主题的画作 表达她对动物的关爱 对环保的关心 对世界的关注 目前她已经意卖并捐出她的很多艺术作品 所有意卖所得都会捐给Life Steps Children's Family Rosary高中以及联合国际经会 主要的话都是关于环境保护和保护动物 然后会有一些话有对比 就是有一些动物是在非常好的情况下 就是它在海里面游着 然后非常的健康 然后有另外一幅关于虎精是 它们背景是红色的 然后就代表了人们对它们的猎杀 对它们造成的伤害 本次活动邀请到的嘉宾友 由Blinda前市长 现任市议员 45区国会议员候选人Paggy Huang 联合国亲善大使陈小娟女士等 可欣的作品不仅仅是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动物的热爱 更是以它的至诚至爱之心唤起更多的人们 凝聚更大的力量 建立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山家红洛杉矶报道